死腦變形蟲是非常非常恐怕的 它是死神奇的這個阿米巴原蟲 它是去室內的一個場地 然後呢 這個 它不是去野心 對 它不是去野心 也不是去溫泉 鼻道之後你有鼻膜 然後呢 它有邊毛 它不停地往上游 衝去哪裡 衝到你的腦門 在一路過程 往上的過程當中 它會吃你的腦 所以呢 沒有解藥 感染者 非死即傷啊 有這麼嚴重 先把我嚇死了 一個33歲 33歲 照理講 你應該是年輕力壯 你的抵抗力是非常好的 結果 跑到了新北 在一個遊樂區去玩 完了以後 感染了死腦蟲 病發而亡了 我們知道這個死腦蟲 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它的死亡率是高達9成9 99%的一個死亡率 台灣的 對 在台灣 所以在過去來講 你很少聽到 好 那這個女孩子呢 她是跑去新北市的一個SPA館 那個是室內的 在過去來講 大家覺得說你死腦蟲 會發生在哪裡 野溪 溫泉 你去那個地方 所以呢 這個大家會覺得很離奇 是她跑去室內的一個SPA館 去玩 玩完之後回去呢 其實就覺得不太舒服 一開始沒有想到說 怎麼會想到是死腦蟲 我也想不到啊 對 一開始以為是確診還是感冒 結果沒有想到呢 她的腦部竟然是發腫 發腫之後呢 她就看了醫生 看了醫生 查出來 竟然在七天後 就死掉了 你說 今天如果你感染了死腦蟲 我們看到她的病例是吧 你會頭痛 對 頸部痠痛 你會食慾不振 你會手腳發慢 你會全身無力 那你就覺得 對 那我就重感冒吧 而且感覺上 最近這個重感冒的痠狀很多 可是沒有想到 一抽她的積水液 裡面居然有食腦蟲 對 竟然有出現食腦蟲 而且她的發病是非常快速的 7月26號發病 8月1號 然後呢 6天後 7天就死掉了 可是這件事情 非常的離奇是 她第一個 她是去室內的一個場地 然後呢 這個SPA館 她不是去野心 對 她不是去野心 也不是去溫泉 SPA館就說 欸 我們都有 每天投綠欸 對 我們都有每天去投綠 去殺這個 我如果投綠了 照理講 就不會有這種 阿米巴蟲出現嗎 對 現在來講的話 這一個東西 如果有投綠 然後呢 有把它在穩定 在1到3個PPM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 讓它活下去的 對 最可怕的是 它是室內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有可能是說 它旁邊的牆壁 或是它游泳池 可能會不會有一點裂縫 然後外面的這個地下水 不停的 慢慢的升進來之後呢 把這一個 阿米巴原蟲 給弄進來 那其實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 台灣就發生過第一起 那那個時候呢 這是第二起 對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二起 對 2011年發生第一起的時候 是一個75歲的男生 他很喜歡去野溪泡溫泉 那去泡溫泉 其實你可以去爬野溪 那都是身體非常的強健的 但是呢 他也是一樣 就是在泡溫泉的時候呢 這個阿米巴原蟲 從他的鼻腔進去 從鼻腔 對 從鼻腔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當時候 大家根本沒有聽過 什麼是死腦蟲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也搞不清楚到底什麼狀況 然後不停的檢查 不停的檢查 最後全身無力 出現幻覺 25天後就死亡了 是他往生之後呢 大家才確定說 原來我們台灣出現的 這個阿米巴原蟲 這個死腦蟲 然後今天這一期呢 是第二期 所以恐怕現在來講 這個東西已經入行到台灣了 好 我剛才講的 因為這個三十多歲的女性 她並沒有國外旅遊史 最近根本沒有出國 沒有出國 她最近玩水的地方 只有在這個新北的這個 等於說 就不敢知道水療屎什麼時候 然後就幹嘛 發燒 胃寒 頭痛 頸部 痠痛 這些症狀 症狀了以後 六天 六天就往生了 對 所以大家要想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這個東西死腦變形蟲 是非常非常恐怕的 它是死神奇的 這個阿米巴原蟲 你知道嗎 什麼時候 它會長出這個編毛 就是我們現在這種天氣 現在這種天氣 又熱又下雨 然後呢 它最喜歡的溫度是 42度 42度 就是很多溫泉 它會調整的一個溫度 就是42度 然後呢 現在你看喔 每天不停的下雨 每天不停的 濕熱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自然環境裡面 它就會長出編毛 長出編毛代表什麼意思 它活動力非常的強 可以游泳 如果你不小心 從你的鼻腔裡面 爬進去的話 鼻腔 對 它一定是走鼻腔 從鼻腔爬進去的話 它不會從嘴巴嗎 它不會 不會從耳朵嗎 對 不會 你從嘴巴的話 不用擔心 你進到你的食道 往下走的時候 你的胃瘦會殺死它 所以它也很聰明 從鼻到之後 你有鼻膜 然後呢 它有編毛 它不停的往上游 衝去哪裡 衝到你的腦門 在一路過程 往上的過程當中 會吃你的腦 然後呢 吃你的腦當作什麼 它的食物 它就會變得更有能量 更有能量之後 又更往上 所以它的時間 會非常的快 它的病程 它的病程大概六到七天 所以我們台北 新北市那個女生 就是六到七天 就死掉了 而且你剛剛講 這個阿米巴蟲 叫做福士內閣里的阿米巴蟲 阿米巴原蟲 25度以上 它就可以存活 存活到了42度的時候 這是它繁殖力 最旺盛的時候 最旺盛的時候 剛剛講 它長出邊毛 嘴巴沒有問題 耳朵沒有問題 眼睛沒有問題 可是從鼻腔進去 就會直接到腦袋了 對 就是我們現在這種夏天 然後溫度很熱 然後又不停下雨 潮濕的環境裡面 它就會長出邊毛 長出邊毛 它的活動力大強 你就往上 那大家就想說 現在科學昌盛 一個阿米巴原蟲 我們節目學阿米巴原蟲 沒辦法處理嗎 對啊 沒辦法處理嗎 好 林口長跟醫院的基層室 醫師李昌騰講說 目前就是沒有解藥 沒有辦法 因為它的病程走得太快 當你跑到鼻子裡面 你根本不知道你感染了 它有潛伏期 等到它往上的時候 開始吃你的腦袋的時候 就發病了 發病之後 病程走很快 根本來不及 所以沒有解藥 感染者非死即傷 這麼嚴重 對 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真的是非常可怕 在國外也有很多 很離奇的一個案例 因為這件事情可怕是 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全球戰爭 對 因為這個本來最早是在澳洲發生 澳洲發生 你這樣講 就偏遠地方 因為澳洲有很多怪東西 結果沒想到它跑到美國 美國本來只有在佛羅里達 在佛羅里達之後 它說美國現在恐怖的事 它不斷地往北 不斷地往北 不斷地往北 因為剛剛講 以前因為溫度的關係 它其實一直控制在南邊 它就一直往北邊跑了 對 它1965年的時候發生在澳洲 可是那時候大家的一個注意力 沒有很集中 就覺得你就是澳洲 那個地方比較熱 或許都有些藏力之氣 或許這些並沒穩 沒有關係 可是它跑去美國 然後現在慢慢地往上的時候 那就是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它在25度以上 它才有活動力 現在的氣候異常的情況之下 我們北半球 慢慢地越來越熱之後 就發現說 這個阿米巴原蟲 就往上了 但最可怕的是 2011年發生 我們剛才講的那一起 去泡野新溫泉 感染之後 消失了 消失了多久 消失了10年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台灣應該安全了 對啊 12年都沒有聽過 對啊 10幾年都沒有聽過 可是這一次出現 大家就覺得很可怕 很离奇 好 在過去來講的話 美國157個人感染 只有4個人 因為它發現了比較早 所以才存活下來 其他的人全部都死了 你現在這個阿米巴原蟲 已經在全球 夺了200多條人命 在美國已經夺走了 157條人命 而且有一個人 他只是在他們家的自來水 洗臉就感染了 這個東西我看到是最害怕的 2023年的時候 有一個佛兒魚 對 今年 他為什麼用自來水 來沖洗鼻子 其實他有點過敏 所以他喜歡用自來水 碰著 然後來沖他的鼻子 他覺得這樣會降低 他過敏的一個症狀 沒有想到 這個自來水遭到了污染 所以這個阿米巴原蟲 就是從自來水裡面 沖上來 因為如果你平常你在野心溫泉的話 你不小心碰到水 其實也還好 對 但是呢 你要往上衝的動作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剛好衝著你的鼻翔 然後往上吃到你的腦袋 那馬上他又可以增加他的一個戰鬥力 又繼續往你的腦內去轉 所以你到最後 每個亡生的人 他的腦袋 他的腦袋裡面是腫脹的 那就是阿米巴原蟲 他的最可怕的一個影響力 不是 而且更可怕的是 剛剛講的 他已經突破他的結界了 他已經從澳洲跑到美國佛羅里達 美國佛羅里達之後 這個叫什麼 他從澳洲跑到美國佛羅里達 佛羅里達你看到沒有 他就一直往北走 連明尼蘇達州 這些地方都有 這些有了以後 剛剛講的 現在還在哪裡發泄 在南韓發泄 在過去來講的話 為什麼說這個地方是熱區 因為他的緯度比較低 緯度比較低 比較熱 因為25度以上 他才有辦法來生活 但是因為天氣很熱的情況 他是往上 往上 往上 所以一週一週一週過去 那我們台灣 從2011年發生之後 現在又發生了第二期 好 佛羅里達 我們看到這個狀態 也把大家嚇死了 今天這個一定是透過碗水 才會感染這種阿米巴的冰性蟲 才會感染這種食腦蟲嗎 來 這邊 謝謝保安 這邊其實要說明一下 這個食腦蟲在一般來講 通常都是要嗆水 才會從鼻嗆進去 嗆水 對 就是我們像小孩子在玩的時候 如果有時候在水邊玩 這個時候他用力的在玩的時候 他不小心撞進水裡面 他有時候呼吸嘛 嗆到 因為會被水嗆到 這時候就有機會了 這是一個風險 等一下 我如果今天這個食腦蟲 我吃進去不會有事嗎 吃進去不會有事 好 那他不會從我的耳朵 鑽進去嗎 也不會 那他會從我的眼睛的黏膜進去嗎 不會 眼睛有別的蟲 那他不會從我其他地方 他唯一進到我身體裡面 而且從我的身體裡面 進到腦子裡的唯一的途徑 只有鼻腔嗎 是的 在我們一般感染的這個途徑中 因為這個蟲其實嚴格來講 他不算是寄生的 他是一個自然界本來就有的生物 只是他在環境中 因為他在水裡就會游泳 他會變成兩隻鞭毛 但是當他今天在水裡面 撞進來的時候 他會變成變形蟲的這個模式 變成變形蟲的模式的時候 他就會從他的鼻腔黏膜往上走 然後鑽進去 鑽到你的大腦 開始分解你的腦 分解 他直接把你的腦吃掉 他怎麼分解 他會透過吞噬的作用 直接把你的腦一塊一塊這樣吞 然後分解掉 你就會發生很嚴重的腦炎 所以他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症狀 是當你感染這個死腦蟲的時候 剛剛發燒啦 昏厥啦 會有這個都 他說你會頸部僵硬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標嗎 對 頸部僵硬 還有就是你會發燒 這個其實是典型的腦膜炎 會出現的症狀 可是在這一個病的 這個特殊的狀況之中 一般的腦膜炎 你會先發燒 會有脖子的這個緊繃 可是在感染這個的時候 會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出現癇癇 這樣子的狀況 對 所以這個是 當出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還沒有去把它察覺到 趕快做緊急處理 其實你就等於 已經錯過了黃金時間囉 癇癇是最後一道防線 對 那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指標 因為在一般的腦炎之中 這個一個症狀 不會這麼快的出現 可是呢 在這一個寄生蟲的感染之中 很快就會出現 好 那跟他講的 你說這個阿米巴的原蟲 阿米巴的蟲 它會長 它是長出兩個邊毛的時候 它才會有感染力 它才會進到你的鼻腔 然後才會進到你的腦子裡面去貓 這一個部分的話呢 目前眾說紛紜 因為一般大家都會認為說 它是在 可能在水裡面的土壤 被養起來的 這個變形蟲狀態可以感染 可是現在就是因為它會有 可能水中都有 所以當它進入鼻腔的時候 它現在大家都知道 感染力最強的就是這個變形蟲的模式 對 所以其實光是這個邊毛蟲 目前都還只是推測 因為在研究的時候 這個蟲一碰到東西可以附著 它就把毛給去掉了 立刻變變形蟲 也還沒有詳細的觀測到這個動作 好 那以前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蟲都在野溪 可是今天如果真的在一個 室內的水療館發生 那就會進到室內了嗎 其實目前已經都有了 有進到室內了 對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在 只要是溫暖的水域都會有 它就是自然界自然存在的東西 那像我們的這個游泳池或是溫泉 為什麼要做綠的消毒 就是想要殺它嘛 可是有的時候難免 你可能濃度不足或幹嘛的 或是說牆壁上有垢 因為這個蟲很奸詐的一點就是 它本身有三個形態 其中一個形態呢 就是它會變成一個囊體的形態 這個就是外面的環境 有東西要殺它的時候 環境對它不OK的時候 它會把自己包起來 所以也許在這樣的狀況下 你的濾氣滲透不進去 就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等到我覺得安全了以後 我的邊毛就會長出來 我就有感染力 那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 台灣發生了第一起一個70歲的先生 你們當時有做過研究 當時這個整個的發病過程 它的整個感染的過程 到底是怎麼樣呢 其實在這一個案例之中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因為大家沒有往那個方向去想 可是呢 那時候就是因為它的病程也太快速了 快到就是超乎想像 所以那時候做了 雞隨意的時候發現了這個重體 那在這個部分呢 因為是當時有做一些檢驗嘛 有錄下了這個影片 但是呢 這一個影片其實在我們在過去 在看的時候 大家也沒有觀察到 它實際的一個 這一個尾巴出來的狀態 但是呢 在現在的整個的狀況之下 我們其實不知道 不知道說在現在 我們能不能在野外再次採集到它 可是就目前的狀況來講 台灣整個都是有的 這是首次曝光的珍貴影像 它會變形 會 它會有三種不同的樣貌 沒錯 它現在的這個狀態呢 是大家看到的 現在是一個變形狀 它趴在那邊會變形的樣子 對 它這時候已經把它的那個尾巴收掉了 那如果說今天我要確定 就是我要透過你的雞隨意 如果我今天在你的身體採集 我是因為採集到了這個變形狀 我才知道它感染了這個食腦蟲 是 因為現在所有的檢驗方式 你都要一點時間嘛 但是呢 因為這個病程太快了 當你檢驗出來的時候 人也死了 所以其實就是靠脊髓液 去做進檢 反而快 是 台灣經過12年以後 居然又發現了食腦蟲這個病例 食腦病例現在確定 在新北的一個衝浪中心 衝浪中心 它是21、24號去的 24號去以後26號 才兩天時間就發病了 頭痛 頸部非常的僵硬 剛剛講發燒 頸部還會疼痛 8月1號就死亡了 進程非常快速 然後今天誰出來了 張善純出來了 對 張善純出來就代表 這件事情已經要管等級了吧 對 在過去來講的話 張善純出來 這就表示事情嚴重了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們來講 對台灣來講 我相信很多的家長 應該都很害怕 很多小朋友去學游泳 然後這個女孩子呢 33歲 33歲應該是年輕 就體力最好的時候 他的體靠力應該是很好的 應該是最好的時候 而且他沒有旅遊史 他只有7月21號 24號去的這個衝浪中心 然後呢很快就發病了 他如果玩衝浪的話 代表他的體能不錯耶 對 但是有沒有想到 玩衝浪的話 確實是有可能 那個水上去會有 衝到鼻子裡面去 所以他在26號 頭痛 肩頸 然後發病 發病之後病程走得很快 8月1號就死亡了 他死亡了之後呢 大家還算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從脊髓液才發現 是死腦愁 所以呢 這個就是已經 2011年第一例之後 台灣的第二例 這個叫 服飾內隔離 阿米巴的腦膜炎 死亡率 99.9% 所以現在張善純得要出來 因為如果去這個衝浪中心 因為他沒有出去 沒有去野溪 沒有去溫泉 沒有出國 他只有這個衝浪中心 對不對 所以張善純講的就是 好 他那個地方 有12個工作人員 雖然現在都還沒出事 好 顧客人數 大概630個人 要一個一個一個 去把他追回來 所以現在在追蹤的人數 高達642個人 對 642個人 要一個一個把他追回來 看看到底有沒有 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不然他的這個死腦蟲 是什麼樣子進來的 那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最近天氣熱 然後溫度又高 剛好就是這個死腦蟲 最喜歡的一個 一個活動的一個環境了 因為我們昨天 又找了這個專家來 專家來講說 這個死腦蟲 從眼睛不會進去 耳朵也不會有影響 嘴巴吃進去 就到位 所以把你消耗掉 它只會從鼻子 鼻子進去 基本上都是嗆到 嗆到你又從鼻黏膜 然後一直到腦子裡面 很清楚就是 跟你玩水是有關係的 對 跟玩水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去野溪 去溫泉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去翻攪下面的泥土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 很熱又下雨的時候 泥土不要翻攪 對 不要翻攪 他說這個時候 這種感覺的時候呢 這個 它的變形蟲 它的邊毛會出來 邊毛出來 表示它的活動力更強 或許平常它不會碰到 可是呢 當你有邊毛的時候 它的活動力更強 就晚上去鑽 就會往到你的腦袋裡面去 然後吃你的腦 吃你的腦 就等於是它有營養了 營養之後呢 它又會變形 然後呢 它又更有活力就往上 而且現在來講的話 在過去其實 尾度比較高的國家 是沒有的 對 但是2011年 台灣有雷利 然後呢 去年南韓也有雷利 南韓也有 對 這麼高尾度的地方 也發生了 而且呢 一直以來 你看美國 以前是比較低尾度的 佛羅里達那個地方有樂區 慢慢慢慢慢慢都往上了 所以我跟他講 佛羅里達37起 德州40起 就會看到 它現在一路往北走了 一路往北走 而且這個東西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這是一個小朋友 這小朋友才幾歲 今年7月的事情 他才兩歲 然後呢 爸爸媽媽 你說這是美國 對 今年7月 對 也有食腦蟲 也有食腦蟲 而且在他們那裡 他們根本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東西 兩歲的小朋友 爸爸媽媽媽 帶他們去那邊的 一個旅遊聖地 叫Ash Spring 就是它的一個 溫泉的一個聖地 然後就去泡溫泉 小朋友去 就是玩水嘛 玩水玩水 回去之後呢 就沉沉睡去了 家人就覺得說 可能是太累嘛 結果呢 第二天就開始 胡言亂語 很快就走掉了 而且走掉的時候呢 很不捨的是 因為食腦蟲 會吃你的腦 然後你的腦 會有一個抵抗的反應 然後慢慢的吃吃之後呢 你的腦部會很腫脹 所以這個小朋友 然後到最後走的時候 他的腦部是 你根本就是不忍足堵的 對 兩歲 然後就這樣走掉了 誰跟腦部會腫脹 對 會腫脹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雖然這個案例很少 但是他的死亡率高達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所以大家還是要非常的謹慎 所以現在張善淳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一定要找到這些人 然後要查清楚 他到底怎麼發病呢 因為不會無緣無故 讓食腦蟲又出現吧 好 我看 你張善淳出來了 你今天一看張善淳 你覺得 這個等於說 我們的政府真的高度重視 而且現在所有立管 這兩天 剛剛講它是七月二十一號 七月二十四號 最近總共顧客人數630個人 630個人加上員工12個人 642個人 全數追蹤 保洁哥 這個必須要嚴肅看待 因為剛剛這個 玉峰跟大家說了 2011年曾經有一例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那一例跟這一例 發生的時間隔那麼長 很少嘛 就過去算起來 台灣十幾年就兩例 需要注意嗎 大家會覺得奇怪 來 保洁哥我跟講 需要注意 因為全世界各國的 這種阿米巴腦膜炎 它會侵入到你的腦中 它這個食腦蟲 主要是在野溪溫泉 那這一次是什麼 是室內的清水設施 確定是清水設施嗎 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現在目前正在檢驗 保洁哥 這個採驗的水 已經送到昆陽實驗室了 用最高規格去查 送到 對 已經送到昆陽實驗室了 送到昆陽實驗室 我今天早上訪問 新北市的副市長 劉鶴和蘭 他講說 已經用最高規格跟機關署 送到昆陽實驗室 但是因為他的 那個檢驗規格太高 無法在短期間就知道 所以大概一兩個禮拜 保洁哥你要知道 現在是暑假八月 前兩年 因為COVID-19的關係 很多的這些清水設施 小朋友要學游泳什麼的 大家想說去那邊游泳 可能大家呼吸到 都不敢去 今年原本報名是爆滿的 但這個新聞一出來以後 幾乎都退了一半了 嚇死了 不敢讓小朋友去嘛 那我跟觀眾朋友報告為什麼 因為 11年 應該不是11年 12年前 2011年那個例子 保洁哥 因為他已經後來 有整個檢驗過來 他是去泡溫泉 那那個阿伯亞呢 他是一個六七歲的阿伯亞 那我朋友都沒有嘛 但因為你頭不要進到 溫泉下面去 觀眾朋友第一個 你的頭不要進到水下 第二個 你的腳不要去踢底泥 不要踢底泥 因為踢底泥會把那個蟲洞上來 第三個 蟲在泥土裡面 對 所以就是說 這種野溪溫泉 它的可能性比較高 剛剛講國外的例子 韓國 美國都一樣 但是今天回過頭來 這個例子 七天他死掉了 致死率90% 他是在室內的清水設施 那這種狀況 專家講說不可能 怎麼可能會呢 第一個 我們室內的清水設施 用的是自來水 我們自來水裡面 怎麼可能這個蟲呢 第二個 寶杰哥 我們的清水設施 是要有一個含氯標準的 因為它要殺菌 所以它要1到3毫克 那蟲從哪來的 不知道 就算有蟲 應該有氯 它就會把它殺死了 可是偏偏 這家清水設施 我們現在不能確定 是從這個清水設施的過程 因為它可能有 雖然它沒有出國 這個不幸的女性 它沒有出國 它喜歡水上活動 是不是在其他地方 我們不知道 所以現在要送昆阳實驗室 去查嘛對不對 但查的過程當中發現說 它的含氯的標準不夠 不到1 它不到1毫克 1到3毫克是標準 那如果在1到3毫克的話 即使有蟲 有大腸菌 有其他東西 它殺菌了 可是它沒有殺菌的情況之下 如果這個有的話 保證這個問題來了 還在查什麼 它這個清水設施 現在不只是 去送昆阳實驗室 還在查 有沒有牆壁的縫隙 因為它要看看 是不是有水漏進來 因為如果照講 我們的自來水系統裡面 是不會有這種蟲的 而且這種蟲你看過去這樣子 台灣前後十幾年 就兩例嘛 另外一例是洗溫泉 這個不是洗溫泉 那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把這個 現在微經之際 第一個等待實驗結果 第二個是什麼 你去任何的 如果還是必須要 所以這個就是變形蟲 會到你腦袋裡面 然後會去吞死你的腦細胞 它的鮮毛 它會像是像在挖洞 毛毛蟲共挖的方式 一直往你的鼻上跟腦部去挖 所以挖了以後 會造成你的腦部受損 所以你的阿嬤棍會知道嗎 還有把哲哥 這難判斷 跟大家會緊張的原因是因為 他從鼻腔進去 我跟你講 第一個就是失去嗅覺 那最近的COVID-19這兩年 失去嗅覺 這是一個常態 頭痛 身體酸痛 頸間非常的不舒服 失去嗅覺 不是確診嗎 但是呢 這居然是跟這個阿米巴 這個原蟲 衝進去是有關係的 所以把哲哥 你必須要把鼻子弄下來 如果比如說救生員 是沒辦法還要工作的話 因為你可以吞 你可以碰到身體的皮膚 但是不能進鼻腔 所以要把鼻腔給整個夾住 不要讓任何的水 不管是溫泉水 還是這個清水 甚至裡面的水 進到你的鼻腔 就不會那麼危險 還有一個 去玩的小朋友 每個都被釘的 就是昂阿兵 紅豆兵 這小孩子都非常可憐 你看這是韓國媒體報導的 他們就說 這一次我們好不容易接待 全球的同志軍 來這邊辦活動 就每一個小朋友 你看腳上都是這樣 好像紅豆兵一樣 被釘得完全是非常糟糕 為什麼 因為整個天氣熱的關係 韓國的蚊子今年大概增加了80% 而且現在 韓國蚊子增加80% 而且你知道 吃上韓國的蚊子 他說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是不是已經有對 這個韓國的這個藥劑 出現所謂的這個抗藥性 他說毒藥也殺不死他們 然後地球暖化造成所謂僵屍蚊子 僵屍蚊子 就殺不死 你用什麼藥都噴不死它 那噴不死它 而且他說韓國的蚊子是無聲的 就飛到你旁邊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感覺 那我們台灣會有聲音啊 你可能聽到聲音就啪 把他打死 但是韓國蚊子沒有聲音 沒有嗚嗚的聲音嗎 而且它更毒 聽說它一叮下去就是一個大包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韓國現在 因為天氣熱的關係 除了颱風 很少燈污到南北韓之外 連蚊子也增加了80% 好 回程 剛剛講說 我都沒有想到 在韓國居然也有瘧疾 而且在韓國這個瘧疾 剛剛講到 它現在比過去 這個瘧疑 帶病的這個蚊子 比過去多了2.2倍 他會想說瘧疾不就打板子嗎 就一下冷一下熱 一下冷一下熱嗎 這個還是很可怕 他說這個女舞者 他很會跳舞 他跑到了非洲去學練舞 就沒想到得到瘧疾之後 他醒來第一件事情就是 腳沒了 我跟你講寶杰哥他不是腳沒了 他四肢都沒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怎麼一個蚊子叮到 會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你現在看到 對 像那個女舞者 對 就是那個女舞者 因為他本身非常喜歡倫巴 所以他就會決定說 我要到那個中非的安哥拉這個國家 盡情去深造我的倫巴 然後他去的時候是COVID-19的時候 所以他說 我都很緊張COVID-19 所以COVID-19這個疫情 還有打疫苗 我全部都打了很多 可是我忘記了 瘧疾 我忘了原來那個地方會有瘧疾 所以他並沒有打瘧疾 相關應該要打的藥 結果後來他到那邊之後 他就會覺得 就說好像身體有點不太舒服 但是他也沒有太在意 結果從非洲回到自己的英國沒多久之後 他就出現發燒的症狀 而且甚至連他要去走去上廁所都沒有辦法 然後就緊急送到醫院去 結果短短幾天之內 他竟然就已經失去了意識 而且發生了敗血症 在那種情況之下 他說他最後一眼 他朦朧當中所看到的 就是醫生那一個大句子 然後醒過來 他四肢就通通都沒有了 他最後的印象是那個句子 對 所以你就會想他 他就講到說 其實他中間很多事情到底怎麼發生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有點模糊模糊 到最後才知道說 原來他這個整個陷入昏迷的狀況之下的話 他們趕快聯絡他的家人 然後趕快就確定說 你要不要進行相關的截肢 然後你現在看到的情況 就是他進行一個復健 那你也知道他是個舞者 那所以呢他這樣子等於是他的工作 他以後的這個求生工作都沒有了 但他其實非常樂觀的 他說事情就發生啊 所以只好勇敢的面對 所以就想到說 蛤 一個文字 把一個蚊子叮住會這麼厲害喔 我跟你講喔 這個現在有相關統計 你真的是不敢相信喔 這個右邊 就是全世界呢 有什麼樣的動物殺腿多 比如說我們都說 外瘦之王啊 老虎啊 獅子啊 不好意思喔 一年老虎才咬死50個人 一年獅子也不過造成100個人喪失 人類是所有人 所有動物裡面最凶殘的 一年也造成58萬人的那個 就生命失掉 蚊子 你有沒有看到多少 83萬 83萬 蚊子竟然一年可以奪走 83萬條人命耶 所以就是說我們有時候 就有點太低估 這種感覺看不到啊 就嗡嗡的 你會覺得好像不是很嚴重的事情 並沒有 其實蚊子對世界所造成的危害 非常的大 而且以前蚊子 基本上還有地獄性 因為我現在因為暖化的關係 這蚊子跑來跑去了 現在這很可怕 他們現在甚至CNN有個報導 他講到什麼 他就說蚊子盛世的來臨 他說隨著氣候的暖化的情況之下 很多原本是在南美洲 或比較熱帶地方的這些蚊子 現在不斷地向北漂啊 包括美國的德州 佛羅里達州 夏威夷州跟亞利桑那州 現在竟然都有登革熱的疫情喔 而且法國跟西班牙今年就已經有71人感染的登革熱 這個相當於歐洲11年以來的總和 他們說像是這種白西岸斑蚊 現在正向著歐洲跟北歐跟西歐這邊開始蔓延開來 他們這種蚊子的侵襲地竟然叫往年多增加了三倍 所以未來這個蚊子對於人類生活所造成的安全影響 恐怕越來越大 而且今天最可怕的是 台灣出現了第二起食腦蟲 對 這真的大家都不斷在想說到底怎麼發生不是電影演的嗎 真的這個不是只有電影演的 他們想到說這個阿米巴原蟲 現在也不斷地向北傳播 我們都知道其實阿米巴原蟲 它原本只局限在美國的南方 還有一些中美洲的地帶 但現在因為氣候越來越暖化 所以它不斷地向北 它的全名叫做福士內閣 福士內閣里阿米巴腦磨炎 這個真的很可怕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得到那個女生三十多歲 他也二十六日發病 就六天之後就已經死亡 那他最主要是阿米巴原蟲 如果他從你鼻腔進去到人體的話 他會沿著你的嗅覺神經不斷地往上 然後一開始 他只會從鼻子進去 對 嘴巴沒有關係 我嘴巴的話 剛剛就往下面 然後可能就被你的胃給腐蝕掉 可是最可怕的就是他往鼻腔 鼻腔一上去之後 可以說是痛行物質 直接衝你腦門 然後會影響到你腦部的中樞神經 而且他一開始沒有任何的一個抑狀 等到你發現 只會有小口 只會像黯骨的一隻一隻 只會覺得有點妄想症 昏迷不醒 然後睡不著 結果你就沒救完 大概死亡率高達99% 所以現在 他會想說 如果你有癲癇的症狀 要趕快就醫了 其實像癲癇症狀發現的話 應該救回來機會也越來越渺茫 所以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當你身體有一些發燒的症狀 還有你就覺得就是說 好像有點噁心想吐 其實你要想想這幾天有沒有去海邊玩 水邊玩 有沒有去熱帶的地方玩 如果這些都相符合的話 那可能真的要趕快進找到醫院來檢查